中风有没有什么好的保健穴位呢 我这边要介绍到的穴位是 领骨穴 领骨穴位于第一个长骨 跟第二个长骨的交界处 相对于我们大家熟悉的颌骨穴 在高一点的地方 颌骨穴大概是在中间的地方 领骨穴则是在低一点的地方 刚好在两个骨头夹住的这个位置 我们会建议患者 可以在这个地方做按摩 来改善中风的一些症状 它的原理是这样 它在治疗上来说 它可以改善我们同侧的 一个颈部还有头部的循环 同时它可以去 舒缓对侧的下肢问题 不管是腰臀痠痛 脚无力 膝盖紧风等等之类的 另外透过我们左右对应的关系 它可以改善对侧的上肢问题 包含我们的手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按的时候 我们主要按的是 我们有问题的肢体的另外一边 我这边举个例子 如果我今天是右侧的肢体中风 那我们会知道这个患者 是左脑的一个损害 所以我们就要按左边的领骨穴 左边的领骨穴刚刚提到 它可以治疗左侧的一个 头面的一个循环 所以刚好可以对应到 左部脑部的损害 那它可以改善 右侧的下肢活动 所以对于一个 右侧中风偏摊的人来讲 它有治疗的效果 层红尖 下肢体内 是右侧的肢体内 这种肢体内